搜尋符合創語CC的影片 那各位可以去Youtube 在Youtube的網站 這是大家的Youtube長這樣 如果今天我想找個大嘴鳥 符合創語CC的影片怎麼辦呢 大嘴鳥之前打過 點起來 這些都是跟大嘴鳥相關的影片 哪些人用呢 點這個篩選器 這裡 當我點篩選器的時候 我就可以勾選創語CC 表示說 這些就是符合 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看到嗎 那你現在點完這個以後 你現在所看到這些影片都是創語CC的 也就是說 這些影片同學可以下載下來 經過剪輯修改 也許我在介紹動物片的時候 我是可以使用這些素材的 OK嗎 那這是在Youtube裡面提供的機制在這裡 所以在打完以後點篩選器 你可以勾選這個 當然你可以再勾選其他的 我們現在只勾選 一定要符合創語CC 所以接下來的所有素材 這個 你就可以去下載 向樂 他也願意分享啊 OK嗎 這他願意分享下來 也許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我就可以剪輯可愛的鳥類 這些完全不會侵權